我祝大家一位神秘的名字 我祝大家一位神秘的名字 祝大家一位神秘的名字 悉意的人啊 你应当在夜间礼拜 说开不多的时间 半夜或少一点 或多一点 你应当奋诵古兰金 我必定以庄严的言辞授予你 夜间的觉醒却是更适当的 夜间的奋诵却是更正确的 你在白天忙于事物 故你应当纪念你的主的宗明 你应当专心致志地近视他 他是东方和西方的主 除他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故你应当以他为监护者 你应当忍受他们所说的蓝颜 而温和地退避他们 你让我处置享受安乐 而否认真理的人们吧 你稍稍地宽待他们吧 我那里却有沉重的料和强烈的火 有阉人的食物和痛苦的心法 在那日天地和山巒都要震动 而山巒将要变成一对散沙 我却派遣一个使者来教化你们 并且对你们作证 犹如我曾派遣一个使者去教化法老一样 但法老委抗了那个使者 故我严厉地惩治了他 如果你们不信道 那么你们怎么防备那时儿童白发苍苍的日子呢 天将为那日而破裂 真主的应许是要实践的 这却是一个教训 谁愿意觉悟 谁可以选择一条通达主的道路 你的主的确知道 你礼拜的时间不到全夜的三分之二 或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你的同道中有一群人也是这样做的 真主预定夜间和白昼的长度 他知道你们不能计算它 故奢佑你们 你们应当送古兰经中简易的文词 他知道你们中将有一些病人和别的许多人或履行四方 群求真主的恩惠 或为真主而作战 故你们应当奋顺其中简易的文词 你们应当谨守拜公 玩纳天课 并以善债借给真主 你们为自己做什么善事 都将在真主那里得到更大的回报 你们应当向真主求饶 真主却是制射的 是制辞的 没有伤闻 是制辞的 有伤道 的 不是 责乱